晚上呢,去市场买菜 看到的一幕啊,让我触目惊心 有很大的反思 一个老年人呢,他跟我并在一起买菜 突然间呢,遇到一个熟人 就说了,哎,王哥 你也来买菜啊,就聊了几句 最后说,哎,王哥,现在 退休工资能开到多少钱呢 不多不多,还是八千多块钱 所以没怎么涨呢,这几年 这几年涨得太慢了 然后就问,他反问道 老弟,你现在退休工资开多少了 是不是已经过万了 他来了一句什么,哪里哪里哪里 我这还是两千多块钱 其实从这个对话当中呢 我感触的最大的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老人呢 也像年轻人一样 对于这个养老金是有攀比的 那么听起来 说话的语气比较随和 其实呢,也有一个攀比比较的成分 类似于这个年轻人之间的比较 说到养老金呢 我认为是咱们国家给咱们老百姓最大的福利 那今天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养老金呢 到现在为止 每个月都超过一万的 大概有多少人 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 为什么让我们感觉到 触不可及 抬头仰望 甚至有人问现在这个养老金过万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公平吗 那么现在养老金 构成 主要是从你的职业和职务 来发放你的数 目前在我国有三个多亿的退休老人 有养老金 不包括农村的 不包括自由职业者 那么每月一万以上占到多少呢 不超过百分之五 什么概念 一百个退休老人 领取养老金 不超过五个人 养老金每月是过万的 集中在这几类 第一个 是高级别公务员 说我是公务员退休了 不可能过万 公务员现在的退休工资 大概在北方就是四千多五千多 在沿海城市 大概就是六千多七千左右 不会超过七千 那么你要是高级公务员 比如说你是职务 什么什么科长 这个副局局长这样的 你的工资能过万 第二类是什么呢 就是高级别的 国企当中的领导 加上工程师 必须是领导和工程师 大家知道央企和国企和公务员的区别很大 这三个当中国企的地位是最低的 最高的是公务员 第二个是央企 第三个是国企 国企呢 其实就是一些大的集体 主要从事的就是制造业了 这些建造业了 普通的工资大概就两三千 如果你是高级别的领导 就说你必须是领导或者是高级工程师 那么你的工资是国外 第三个就是全国优秀教师和特级教师 除了幼儿园以外 小学中学包括大学 那么像这样的职务 在一个学校当中都是凤毛麟角 比如说在青岛 一个学校当中最多也就不超过两到三个特级教师 如果是在中学 最高不会超过五个 大学就更值钱了 最后一个 别说是过万了 过两万过三万 都是很正常 就是部队的文职人员 就是说你在部队是有职务的 什么什么涨 什么什么什么涨 什么涨 你退休之后 基本都过万 都是在两万可能还要高 其实呢 还有最后一个影响你退休金的 就是你的地区 普遍百分之九十 北方的开不过南方的 南方的开不过沿海地区的 大概是这么一个规律 所以说这里边比较吃亏的就是自由哲业者 灵活久业者 确实要吃亏一些啊